林毅匡 许静韵和乐坛新人选息 这天齐齐亮相节目《乐视力》宣传新作 除了为自己早前推出的新专辑宣传之外 Phil这天和Angela一起现身 其实是因为他帮Angela写了一首新歌 这首歌其实不是他最近写的歌 因为他给我Demos的时候 其实有几首歌 然后这首歌我一听就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要这首歌 然后他就说这首歌其实写了好几年了 但是其实一开始也有想过 就是男生唱这首歌好听 不代表女生唱这首歌也好听 因为那个key然后那个range也不同 唱出来 其实我发现当我写歌给自己的时候 自己的男生端然是可以唱得到 但是交给女生的男生有假音 女生没有嘛 所以有一些歌我觉得如果要真的去写一首歌 就要一位女生去唱的range要不要那么破 对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但是她的range非常地好 她的高音低音都全部都可以 看得到很好 谢谢 Phil身为唱作歌手写歌当然难不倒她 不过angela回想起自己第一次亲自填词的经验 就说写歌一点也不容易 其实在下一年就是逆流成和说 算是第一首自己填词的歌 然后觉得真的太难了 所以可能之后也会尝试一下 但是我觉得广东话的歌词太难填了 然后这首歌就是花了三个多月才完成 本来你是想象中是要需要多小时间 本来我想象嘛一个星期吧 其实一个星期都不是很久的时间 我觉得填广东话的歌词是非常难的 我之前都试过一次好像跟朋友一起去 就是co-write 所以到最后只有可能20%10% 因为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了 但是反而我觉得填可能是英文的歌词 国语也比较容易一点 选息作为乐坛唱作新人 除了会创作之外 当然也要自弹自唱 秀一下音乐才华了 这首歌《Take Care》呢 是张嘉诚老师自己写的 那这首歌我自己也很喜欢 因为这首歌真的很有爱 很有正能量 我好像送给那些 就是在这个疫情里面 就是很努力在前线工作的医护员员 还有一些在我身边很照顾我的一些家人 那我好像就是带给大家一个message 就是要珍惜身边有爱你的人 我们拍这个《Take Care》的MV呢 是我们两个自己上山拍的 就是三四点就是早上上山拍的 所以我很感谢他真的 劳心劳力的 那说一下你的未来 还会有更多自己创作的歌曲 对啊对啊 将来呢 就是下一首歌呢 会是自己的创作 我会自己写曲 还有写词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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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